瑞士军售下滑拟有条件出口军品至内占国家 以中立著称的国度瑞士今天表示 由于国内军火产业出口量下滑 因此计划在特定条件下 对陷入内部武装冲突的国家开放出售武器 深居内陆的瑞士表示 作战军品可以出售 但不得在内部冲突中使用 这项决策招致反对者踏伐 瑞士政府发表声明说 对于出口作战军品到陷入内部武装冲突的国家 原则尚必须继续予以拒绝 但声明又说 坦无理由认为 出口的军品会用于国内武装冲突 如今应有批准出口的可能 政府表示 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保售内战所苦的国家 比如当今的叶门或叙利亚 瑞士经济部现需修定军品相关规范 然后在京政府正式批准 经济部发言人梅恩费西 Fabian Mayenvers告诉法新社 由于政策性质属行政命令 不应交付公投来决定 政府说明决策原因时 强调军火商的忧心指出 瑞士军火出口数年来以或多或少持续下降 发言人梅恩费西